今天财经快报 价格周二收高0.2%市场关注美联储降息前景 24日凌晨 美国黄金期货价格周二小幅上扬 投资者正等待本周公布的一系列美国经济数据 以寻找美联储降息时间表的更多线索 美国WTI原油周二收跌利比亚原油副产令油价承压 24日凌晨 美国WTI原油期货周二收跌 利比亚一个主要油田重新开始生产 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原油产量在冬季风暴后缓慢恢复 均令油价承压 欧洲央行季度调查 银行业预计欧元区信贷需求触底回升 欧洲央行调查结果显示 欧元区信贷需求可能正在触底回升 此前面对利率上升和经济举步维艰 信贷需求经历了一年多的下降 尾盘 美股涨跌不易多家财报令人失望 24日凌晨 美股周二尾盘涨跌不易 道指下跌约100点 市场人士正在讨论 美股涨势能持续多久 多家航空公司 以及G和3M等大公司 相继公布财报 其中3M 强生 第二 高盛 未来一周交易员大概率抛售美股 高盛集团表示 无论市场走势如何 未来一周总会有一些交易员根据模型抛售股票 高盛的股票衍生品专员Colin Morgan预计 商品交易顾问在建立一 苹果推迟自研汽车上市时间并下调自动驾驶目标 为实现造车梦努力了10年的苹果公司 到了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 现在为了最终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 而不得不暂时牺牲了一些设计上的远大理想 苹果计划2028年推出汽车 下调自动驾驶目标激进程度 苹果公司在其长达10年的汽车制造努力中 达到了成败的关键时刻 现已转向一种不那么雄心勃勃的设计 目的是最终将电动汽车推向市场 苹果将自动驾驶汽车发布日期推后两年 降低自动驾驶功能的等级 苹果公司现在计划2028年推出 Lever 2加级别的无人驾驶汽车 原计划2026年推出自动驾驶汽车 自动驾驶级别为4级 AI热潮大赢家超微一年涨近500% 创始人晋升亿万富豪 上周五超微电脑公布的四季度 营收指引大幅上调至少于20% 较分析师预期高近18% 当天股价飙涨36% 创始人良健后个人身家一日增8.5亿美元 全球央行开启密集议息市场预期不断修正 全球央行开启密集议息 日本央行率先登场 1月23日 日本央行宣布继续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负0.1%的水平 维持其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30年期收益率 逼近2024年高点 受欧洲政府债券因供应因素遭抛售 以及一连串美国国债发行也开始启动的影响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逼近今年最高水平 交易员下调英国央行宽松预期一度 预计年内降息不到100个基点 交易员进一步削减了英国央行今年降息的预期 短暂预计降息幅度不到一个百分点 与央行会议对应的互换合约显示了这一预期 这远低于2023年底时大约150个基点的预期 投资者需求旺盛欧洲一月份债券发行创出历史同期新高 欧洲一月份的债券发行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汇编的数据显示 一月份截至周二 欧盟和英国的债券发行总额至少达到了相当于2937亿欧元 欧盟推进对遭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所得征税的计划 欧盟在推进一项计划 对遭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所产生的利润征收暴利税 同时选择不直接没收被冻结的资金 知情人士称 欧盟各国外长周一对于征收暴利税给予政治支持 欧洲股市苦苦挣扎矿业股涨势难抵普遍疲软的势头 欧洲股市周二难以上涨 各板块普遍疲软 抵消了矿业股的涨势 投资者等待欧洲央行本周提供有关降息时机的线索 斯托克600指数在伦敦收跌0.3% 基础资源板块跑赢大盘 五盘 导致下跌160点市场关注财报与联储政策前景 24日凌晨 美股周二五盘涨跌不一 道指昨日首次突破38000点之后显著回落 市场人士正在讨论美股涨势能持续多久 多家航空公司以及GE和3M等大公司相继公布财报 美国2023年12月失业率为3.7% 当地时间1月23日 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美国2023年12月份的全国失业率为3.7% 和11月的数据持平 2023年12月份 美国有15个州的失业率上升 欧股收盘涨跌互线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29% 德国DEX30指数跌0.24%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14% 法国CAC40指数跌0.3%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0.29% 跑赢英伟达的Supermicro上涨于430% 助力创始人机身亿万富豪之列 看完灾难片后天后 两件后决议让其服务器公司 Supermicro Computer Inc 侧重于高效电源系统和组件 这个20年前的决定帮助 它成为了今天的亿万富豪 日元再度逼近150汇率干预建在闲上 日元周二逼近150大关 引起市场猜测日本央行将介入捍卫日元 分析师表示日元可能继续贬值 若跌破150关口 日本当局可能会加强出手干预市井的语气 2023年美国工会成员比例稳定在10% 当地时间1月23日 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美国2023年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 与前一年基本持平为10% 其中教育、培训和图书馆行业工人 加入工会的比例最高 3M发布业绩预警后 股价重挫可能创五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3M公司股价周二暴跌 此前这家消费品、工业和医疗保健产品公司 提供的2024年利润前景远低于预期 掩盖了超出预期的第四季度业绩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下跌 因海价型运费疲弱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周二下跌 结束三日连涨势头 受海甲型船运费下跌打压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下跌45点 或3%至1473点 强生初步同意支付约7亿美元 解决各州的华石粉调查 强生公司周二表示 已达成初步和解协议 以解决美国各州对该公司 是否在华石粉产品安全性问题上误导消费者的调查 该公司初步同意支付约7亿美元 以解决各州的索赔要求 美联航对波音公司感到失望 将考虑替代购买方案 当地时间1月23日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科比表示 他对波音公司持续存在的制造问题感到失望 这些问题已导致美联航数十架客机停飞 日本央行利率决议按兵不动 放割背后有何考量 21世纪经济报道 胡惠音广州报道千呼万唤使出来 广受市场关注的日本央行 开年第一次利率决议并未震惊市场 当地时间1月23日 日本央行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新能源车股走高未来涨超11% 周二 新能源车股走高 截至发稿 特斯拉 TSLA US 涨1.7% Rivian Automotive RIVN US 涨超3% Lucid Group LCID US 涨超5.8% 理想汽车 LIUS 涨超6% 小鹏汽车 XPEV US 东西方今年有望迎来降息共振 全球股债市场如何演绎 21世纪经济报道 吴宾上海报道 2023年 欧洲央行加息200个基点 英国央行加息175个基点 美联储加息100个基点 这轮数十年来最激进的全球加息潮 终于告一段落 过度监控员工 亚马逊被罚3500万美元 法国监管机构周二宣布 已对亚马逊在法国的大型仓库经理 处以3200万欧元的罚款 原因是该公司对其员工进行了过度监控